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NBA漫漫70多年,诞生了无数经典战术 如蝉狮发扬光大的三角进攻战术 Pub的锤子战术 Curl为浪花兄弟打造的电梯门战术等等 在众多战术之中 有一个战术上线极高,下线却也极低 既能让球队单捷狂胜26分逆转比赛胜负 也能让球队连铁27G3分葬送好局 它带有浓郁的主帅个人风格 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都不算是一个战术 那就是12-15年 火箭主帅McKale主打的XJBD战术 甚至直到McKale被解雇后 这个战术仍然荼毒着他的继任者 直到2017年夏天空场大师Paul到来 情况才稍有好转 但在当赛季的季后赛 火箭中将还是犯病了 那么何为XJBD战术呢 XJBD战术究竟是怎样影响着火箭的呢 在这个战术下 火箭打出了哪些名局呢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McKale那几年的 火箭执教生涯呢 今天让我们细致剖析XJBD战术 XJBD战术其实并不是一个官方名词 这个名称取自音译 最早由大陆球迷口口相传 XD是瞎打二字的首字母 而JB则是知名脏话的缩写 换言之 XJBD可以解释为乱打 瞎打 胡打 形容战术思路毫无章法 没有布置固定战术 没有安排正规打法 完全按照球员自由发挥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一个球员进攻不行命中率低 那就换另外一个球员打 如果射手群都将三分投开 那就有点类似炮轰战术 但如果投不开嘛 那就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进攻 这个词最早是由大陆球迷用来形容 CBA辽宁队的进攻毫无思路 一通乱打 也曾有知名解说员拿来调侃 雷霆巨星单打的进攻战术 但前火箭主帅McKale 却真正令该战术名扬四海 这就要从他入主休士顿说起 10-11赛季 姚明报销 火箭只拿到43胜 东区第九 连续第二年无缘季后赛 要知道 从04-09的六年间 他们只有一次未能击身 吸取前八 于是2011年4月 Adelman教练确认不会再执教火箭 5月28日 根据休士顿当地报纸报道 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面试和讨论后 火箭最终敲定Kevin McKale 出任球队新任主帅 相信大家对McKale都不会陌生 球员时代 他是Bird身边的最好帮手 联盟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 第一位大杀器 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他就曾以特别助理的身份 参加到灰狼的工作中 曾担任执行董事 还曾在04-05 08-09两个赛季 担任球队临时主帅 2009年后 从灰狼离职 火箭将他引进 是希望他带领球队更进一步 毕竟彼时的火箭只是个 为季后赛门票而努力的中流球队 队内得分王Kevin Martin 比起西区其他大佬来说 实在不值一提 入主火箭首个赛季 McKale就将球队胜率 拉回50%以上 虽然仍然无缘季后赛 但球迷已经能见到球队 重新崛起的曙光 2012年夏天 他们引入Harden 更是直接助力球队起飞 在确定了Harden的战术 核心地位后 火箭从12-13赛季 开始连续8年打入季后赛 直至Harden走人 而13-15这三年季后赛旅途 执掌火箭率印的一直是McKale 在这三年 虽然火箭也曾打入过西区决赛 但球迷却始终对McKale的 执教水平颇有微词 这里就要介绍一下McKale的执教特点了 McKale做球员时身处80年代的塞尔提克 那是史上最会传球 团队配合最好的球队之一 04-05赛季 他短暂出任灰狼主帅 打出19胜12负 那段时期的灰狼以KG为首 打着联盟顶级的华丽传切 全队联动 因此 他对篮球的理解没有问题 也曾交出好看的团队进攻 事实上 火箭之所以选择他执教 就是看中了他的自由进攻体系 发掘球员潜力的能力 以及他作为民宿 在联盟之中的人脉 他出自休斯顿时 火箭堪称平民阵容 确实需要一个McKale这样的主帅 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因为他能给球员最大限度的自由 Harden到来后 能如此快速地跻身顶级球星之列 McKale确实功不可没 但当2013年夏天Hairward到来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球队的目标不再是季后赛门票 而是总冠军 这就要求主帅具备更高的战术素养 更丰富的战术体系 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 但如前面所说 他老人家在火箭执教时战术太乱 甚至可以说没有战术 毕竟 所谓的自由进攻体系 如果说的难听 也可以认为是乱打 攻防没体系 极度依赖个人 比如Harden的单打 而且在火箭执教时 McKale给人的观感也很差 他经常一拳一拐地在场边走来走去 口中念念有词 暂停时不讲战术 只灌鸡汤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 如今的联盟已经不需要任何战术了 我其实能理解这种主导思想 他或许是认为固定的套路可以被防住 于是索性不安排固定的进攻套路 或者跑位 让球员自己决定进攻方式 也就是常说的无招胜有招 毕竟 如果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要打什么 对手当然就更不知道该怎么防了 在把XJBD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 McKale贡献过很多次超神局 最经典莫过于14-15赛季 西区次轮第六场 在那个系列赛 火箭一度1比3落后快艇 球迷一致认为他们再无回天之力 但球队却在McKale的带领下连班三场实现惊天逆转 第六场在洛杉短 火箭第三节一度落后19分 却在莫杰单节打出40比15 狂胜对手25分 最终逆转比赛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McKale莫杰死死地将Harden按在了板凳席上 没让这位球队的当家球星上场哪怕一秒钟 换言之 本次逆转和Harden全无关系 Bruer Josh Smith和Terry 由于打球时投缠发带 被调侃为发带帮兄弟 在莫杰合侃34分 是逆转的手工之臣 他们在莫杰就完美地贯彻了XJBD的打法 谁有手感就由谁来打 这一整节 火箭投篮19中12 其中三分球11中7 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都在6成以上 非常恐怖 在当时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大部分球员的心态可能都是崩溃的 纵然McKale制定出了战术 很可能也难以执行 他最终选择XJBD 其实是一种风险极高的赌博式选择 有利也有弊 有利也指球员的思想被解放 自己决定自己的进攻方式 放开来打 让对手快艇无计可循 有弊则指 如果球员仍然在心理层面有严重的包袱 在场上的表现就会是灾难级别 等同于莫杰不战而降 自己葬送比赛 但XJBD还有个好处 就是在一通乱打之下 顺带打乱对方的节奏 让比赛彻底陷入乱战 这就能让快艇原本的优势逐渐消散 总之 McKale赌赢了 最终实现了翻盘 为球队大逆转挺进西区决赛奠定了基础 也把Rivers Paul和快艇 又一次钉在了耻辱柱上 虽然没战术 但最后照样能赢球 McKale摁住Harden不让上场的操作 堪比天龙八步中 虚竹胡乱下一次 误打误撞破了真龙棘局 而这场比赛也成为了McKale教练生涯的代表作 然而这种战术同样也有风险存在 毕竟乱打的稳定性是得不到保证的 于是McKale时期 火箭耻辱的名局同样不少 比如2013年11月20日 火箭三节战霸 领先独行侠14分 却在末节被打出36比19 输掉比赛 在第四节 火箭仍然贯彻落实XJBD 由Harden和Hairwood两大巨星主导进攻 以强攻终结 结果这二位似乎是商量好了 在末节双双打出5投1中 仅得6分的低迷表现 火箭全队单节19中5 其中3分10中2 可以说是越不进越投 越投越不进 陷入恶性循环 反观对手独行侠 末节打出19中14的高效表现 一举逆转了比赛 更离奇的是 13到14赛季季后赛首轮第六场 2比3落后的火箭与拖航者进行生死战 他们在最后0.9秒还领先2分 却被Lillard投入了知名的鸭绍三分绝杀 于是被淘汰 很多人都对Lillard的绝杀印象颇深 却时常忽视了拖荒者边线开球之前 火箭的防守细节 McKale教练继续XJBD 由场上球员决定防守安排 防守汉将Beverly本玉堵上线 也就是Lillard最后绝杀的那条路线 但Harden却临阵指挥换防 让Parsons去防Lillard 结果就差了这一步 Parsons临时一换 导致没赶上 让Lillard获得了出手空间 被绝杀后 球迷纷纷批判Harden的错误决定 但McKale才是本次防守战术 失败的首锅之臣呢 因为这本该是他的任务 但他却全盘交给了自己的队员 那要他何用呢 除了最后一防 McKale在最后一攻的布置 也实在一言难尽 他带队时 布置的最后一头战术 常常走位杂乱 掩护形同虚设 导致最后一头出手时无比仓促 毫无战术含量可言 全部的威胁都来自于Harden的单打 而非团队力量 居然是给湖顶的Howard扔三分 2014年11月19日 对湖人的比赛更为经典 还剩40秒 火箭落后两分 McKale暂停后布置的战术 一不是给Harden单打 二不是让射手跑位 却让球队的饮水技内线Taric Black 进行低位单打 最终结果当然是不出意料的打铁 Black当赛季在火箭只出战了25场 场均4.2分 相信如果不是火箭死中球迷 大概率都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何许人也 这样的战术布置 唉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到15-16赛季出 火箭继续在攻防两端糟糕 而且全是以往犯过的毛病 进攻端继续依赖反击和Harden持球单打 无球的挡拆和切入继续毫无体系 防守端继续露篮下露三分 弱侧不断露人 甚至在场上骑马的相互提醒都没有 更何况 比试的McKale对更衣室已逐渐失控 球队的战术执行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用不用XJBD打法其实对火箭来说已经没有了区别 于是开季四胜七负后 McKale被解雇 从此之后再也没能在NBA找到主教练的工作 但正如之前所说 尽管McKale下课了 XJBD也仍然图读着他的继任者 接替他执教火箭的是JB Bakerstaff教练 这位老兄几乎被公认为火箭队史最水教练 他总是在场边紧锁眉头 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取之处了 如果说McKale的暂停只是发给Helwood丢三分 那么这位老兄是干脆连界外球都发不出来 更有甚者 有一次火箭对阵勇士 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出界球 裁判看回放看了很长时间 这段时间内 Kale一直在给勇士重将布置战术 反观B Bakerstaff教练 居然带着火箭群队抬头看回放看了十多分钟 于是2016年夏天Dantony教练接手火箭后 刚打完第一场季前赛 火箭球迷就无比开心 不是因为他带来了多精妙的战术 而是因为球队终于能顺利发出边线球了 Dantony之下的火箭在攻防两端都更加有章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XJBD就此失传 因为那年火箭的射手群非常出色 除了Cappella等寥寥吃饼内线外 几乎人人都能投三分 所以他的体系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局面 一个球员投不进 就给到另一个球员投 有空位就积极出手 无论此前的命中率如何 其实这种打法 配上火箭那群具有神经刀属性的投手 和McKill时期的XJBD性质是相同的 于是纵然在Dantony之下 火箭也打出了很多上下线分明的名局 2017年12月18日对绝世 火箭遭遇顽强阻击 三节战霸仍落后5分 但第四节 Gordon一人标进5G3分 独砍17分 助力球队打出41比15 单节竞胜26分的震撼演出 火箭全队在末节20头15中 命中率达到震撼的75% 正因为他们有如此凶猛的火力 才能在当赛季西区决赛 一度3比2领先勇士 将宇宙勇逼入绝境 然而 在至关重要的第七场 火箭却打出了XJBD的下线 他们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一度连续出手27G3分 却无一命中 这最终也成为了火箭输掉 抢7的主因 空位三分就是不进 可以说火箭输给的不是勇士 而是自己 这就是XJBD 打得很乱 无招胜有招 它既能给人带来惊喜 也能让人两久无语 如阿甘正传说的那样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战术的最重要前提是 对内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 具有极高的个人能力和球场创造性 所以感谢McKale和Harden 是他们让球迷知道了 篮球世界的战术不总是一板一眼的 就算思路不明确 也可能出奇之胜 毕竟2015年的球迷很难想到 堪称一群乌合之重的火箭 能乱拳打死老师傅一般 大逆转快艇这支正规军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